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手相片 想方们的困惑 可以关注同名的公众号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手相的一些案例 我们看这个手掌 这个手掌是典型的什么 这个比较标准的木火通名之手相 我们说这个从掌型来看 手相是分为五形的 金木水火土 金木水火土 像这种金形手 就是属于这种典型的方形的 这个不属于方形的 那么水型手是非常的圆润 皮肤非常的细滑 而且肉比较多 这个也不太属于那种 土型手是属于典型的这种 叫什么来着石干家 就是那种非常的结实有力 肌肉饱满 这个也不属于 这个属于文人手 文人手就是属于火和木型手 木火通名的手相 木型和火型兼具 木火之人命局比较好 根据不错 根据不错 非常适合 我们为什么叫文人手 文人手 比较敏感 聪慧 那么掌上的纹路也是偏细 偏这个手掌呢 也是偏什么 稍微偏薄一点点 相对于土型手和金型手来讲 那么文人的话 文人手就适合什么 适合立于宫门和半宫门发展 这个在仕途上发展 做做文职类的工作 或者是这个去这个事业单位 做一些会计 或者是 总而言之呢 适合事业单位 或者是这个国企的行业 非常这个聪慧 有文笔 有才华 这种 那么第二个呢 是适合办艺术类的行业发展 像这种什么传媒行业 做做编辑 搞搞创作 都是非常适合的 文人手就属于这种一种特点 事业工作都不错 一生没有大的起伏 夫运旺 后期呢 可以享福 这是属于典型的旺财旺夫旺子的命具 这个是一种 目果通明的首相 我们来看这个 食指的下方为财功 财功饱满 说明命具里面有财 以前我们讲的命理财和运理财 当然是有两个不同的特点 那么这里我们就不多说了 那么我们看这个 看这个什么 看这个财运 就是看 注意两个特点 第一个就是这个 训功财位 第二个呢 是掌心明堂的位置 这两个位置 第一个看气色 看气色 比较什么 比较明润 发亮有光泽 是非常好的 还有就是看 一个饱满 一个凹陷 要对应来看 所以说从这个首相来看 这个首相就是说 掌心凹陷具材 是这个 挣得来 还可以存得住的这种钱 所以说这个 财运还是不错 能够存得住 那么 但是唯一的缺点就是什么呢 就是它这个气色 稍微有点偏暗 偏有点淤质的感觉 所以说这个财运呢 这个往往是受一些影响 有一些波动 初期存下来的钱的 好不容易存下来的钱的 可能到某个时间段 突然就花掉了 这个是有一种破财的格局 另外呢 在财工的位置 还有一个井字纹 井字纹嘛 那个后期的这个财运呢 可以得到一些贵人的帮扶 有财务危机的时候 可以化险为夷 这是这么一个帮扶作用 好了 有关这个首相的特点 就简单的分享到这里 这里还是天洋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首相面前方面的困惑 可以关注同名的公众号 我们下期再见